台中地方法院经传有五名罚警 在押送人犯的时候受伤统统送医治疗 据了解是第五法庭下午在审理强盗案件 庭审结束后 法官宣布被告还押 罚警要上前替他上手铐及脚镣的时候 这名被告疑似想要脱逃 挣脱过程中打伤了五名罚警 索性最后被制服送回台中看守所继续鸭 对于此事台中地院行政厅长回应 罚警受伤并不严重 到医院包扎后就返家休息 法院内的罚警也证实有同人受伤 但目前没有大碍 其中五名罚警的伤势分别是 鼻梁受伤骨折 手部遭咬伤 以及身体多处擦错伤 因为伤势不重 罚警们并没有呼叫救护车自行就医 嫌犯法庭上异想天开想要逃跑 不过罚警就在一旁借户 英勇上前压制 结束嫌犯的逃跑梦 TVBS新闻陈书贤 吕正成了反映台中采访报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 全新频道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